嗨 欢迎蟑螂大哥 欢迎来到不爱就散 我是念华 我是方玉 真的很高兴蟑螂大哥继续坐在这边 蟑螂 威姐蟑螂 不管您看脸书 或者是你有买威姐写的那本书 其实他这个人生相当就是跟蟑螂大哥一起写的这本书 日子过得美 生活就会好 欢迎大家去买这本书来看 我们在聊到从这个大叔观点看这个夫妻知道 蟑螂大哥跟威姐是大学 哇 这样几年了 他18岁 哇 所以那我们不要讲几年 那18岁就在一起了 是什么时候你觉得你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 不用讲的彼此配合的关系 你退我进 那我们做粉丝 跟脸友的看的是 你退他进 没有另外一种 我讲真话 其实这个没有那么简单 我觉得真正开始我们能够了解彼此 什么你进我退或我进他退 大概是我从60岁开始 你看 那前面不常常蹦 我觉得 我觉得好像有点白过了 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喜欢来变 我们两个是演讲比赛认识 所以你要讲道理谁也不会输给谁 我以为是英语 那就是英文演讲 英文演讲 那中文演讲就更厉害 他英文他都能够变的 他中文就更厉害 但是真正到了解 其实在我们退休以后 退休以后 因为你彼此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多了 更多你的摩擦也会更多 然后你要怎么样去沟通 怎么去了解 这个要回到我们上次讲 我觉得当你的先生 我想男性 你的自信越高的时候 你对老婆的忍让的强度 我觉得就会更高 当你觉得没有自信的时候 当你退休以后 你如果觉得自己真的是没有用 或觉得没有价值的时候 你老婆对你一个挑剔 你就会暴怒 就很多的女性 其实在家中受了委屈 其实没有看到的是 男性其实是自信不够 他可能讲 你要去怎样 我要当老大 可是事实上背后就是自信性不够 他才要当老大 方文律师 那在你的个案里面 我记得在过去两年 有没有聊过 就有些个案里面 就是像你讲的 就是他的 后来走到要离婚协议 是因为先生他 很多事情他要完全的做主 或者他非常限制 对妻子的很多事情 那你看到那些个案背后 很多可能是恐惧 或者是说他的脆弱 我觉得我看到的是 我们聊很多 包括日常的围影暴力 那那个我用围影暴力 意思是说 他可以剥夺一个人的生活 所有的自由 包括你吃什么 包括你的穿着 然后包括你跟谁讲电话 他都要管 那你就想说 奇怪你是太闲了 你管这么多 有人还要看你的手机 我说我自己的手机就看不到 我还看到你的 就诸如类似这种行为 那我觉得我看到比较多的是 有些时候就是不安 那那个呈现更多 不管你是来自于焦虑恐惧 或挫败都不管 但是往往的 我们会想要在另外一边身上 找到安全感 所以你就会往一个人在那边抓 抓得紧紧的 其实那就是不安 那个不安如果有个像刚才大哥说的自信 哇西方人都不敢跳踢踏舞 他一个人可以下去跳 所以这个自信是来自上集 张囊大哥有提到 它来自于一个放松 然后这个放松是不是也是 越来越不会从别人的眼光看自己 因为我们在职业 对 我们所有的评价都是别人评价 自己连智慧的余地都没有 你在职场你的评价来自你的部署 或者来自你的长官 所以你要以他们的标准 他们的一个要求达到完美 那我自己的事 我自己到底是什么 你不晓得 你也不知道 我刚刚讲到我跳踢 上次讲到那个踢踏舞 就是说这个自信 不是说你要有自信的自信 你这个自信怎么来 对怎么来 我觉得 这个就是在我后来退休 就从这个所有的学习的过程里面 比方说学踢踏舞 舞是表现出来的一个感觉 但是这个舞的精神 就像我刚刚讲 那个老师讲 它你要能够享受那个音乐 带给你的快乐 当你能够真正快乐的时候 别人才会感受到那个快乐 这就是一个重点 我还去学过脱口秀 没有人会学那个 单口吗 就是现在最流行的stand up 对不对 stand up就学 在我们这种摩羯的人 总会是一个讲脱口秀 对啊 摩羯不是很内向吗 内向保守 拘谨 很不自在 对 确实 但是 只有你讲摩羯是你讲 我得罪好多人 他很保守 他是真的很保守 但是我告诉你 我去学这个脱口秀的时候 那个压力真的是非常大 老师很简单 给你五分钟上台 你去讲 他大会讲一些原则 上去讲 然后你讲五分钟 脱口秀不是讲笑话 当你准备的钥匙 花了多少功夫上去 你看到下面那同学看你 然后他不知道你在 不懂你的那个 笑话的那个点在哪里 直接挫折 我觉得那个 那个挫折是我 这一辈子感觉 就算年大学 没考上的挫折感 都没那么大 因为你的信心 完全被挫毁了 但怎么自信又回来的 这是下面要讲 就我们那个老师 看看我们大概不大堆 他讲 他说你们放松惊喜 不要把这个讲得太严重 他说真正的幽默的泉源 是来自你生活中的痛苦 这句话 再重复一遍 幽默的真正的泉源 是来自你生活中的痛苦 所以这就要感谢威姐了 我告诉你 这个脱口秀讲完以后 我们有一个发表会 在华山文创网 那还真是对外公开 我最后上去讲完了以后 我整个这个过程 就是用我跟威姐的相复 做一个主题 讲完了以后 我们老师有一个讲评 他给我讲评八个字 一气呵成无懈可击 哇塞 我跟你讲 你所有的挫折感 完全一扫而空 可是大哥我没有懂 为什么所有的幽默的泉源 是来自于痛苦 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你把你自己的真正的痛苦 对 这一项转成一种幽默的方式 你就能够化解掉那种 自己埋在身边的痛苦 那是讲了什么 这个不能时间不够啦 没办法讲这么多 我告诉你 他的重点就是说 你对任何事情 你要用正面的态度 要有一种幽默 一笑自知的态度去看 所以亲密关系也是这样吗 那当然是这样 不然你怎么可能呢 就为什么我刚刚讲说 是车门啪一关 所有的那个结束 你叫这样子嘛 那这个就是一个 你对这个 否则你摩羯座的个性 我告诉你 黑白分明 折散固执 不把你砍死 他怎么会接受 我觉得摩羯座 相当完美主义 这就是完美嘛 所以我要讲的这个 所有的自信 就是来自于你不断的学习 对不对 刚刚那个 那个托子是对我来讲 原来痛苦你就可以去转换 我还可以再讲 我还踢他 我还去学戏剧表演 好戏剧表演又是另外一档层子 我跟你讲 这么一个严肃的人 你要上台去 你要表演的喜怒哀乐杯 你怎么表演 我不是要当演员 我也不觉得 我可以当一个很好的演员 但是你透过学习的 表演的这个方式 你知道怎么样 让你的肢体也放松 你知道怎么样 让你的表情更丰富 而不是就是 死板板这样子 你看 从踢他舞 脱口秀 表演 你整个人就会 脱胎换骨的去改变 为什么 你看 当你戏剧表演的时候 你要去演一个很凶狠的人 你就要变成这样 对不对 而且你要发自内心的改变 我们最有最本 教训老公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在哪里 当你生气不高兴的时候 我给你五秒钟 我给你十秒 你把脸变过来 当你真的学过这个戏剧表演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样去运用的表演 我说现在不要十秒 我五秒脸就变过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也算是跟这个老婆相处的这个秘诀 就是说你的实际应用跟你的亲密关系 这个中间是一个生活 是没有分界的 我有一个很大的理解 就是威竭的自信心是更够的 也就是说当一个男人在前半生的时候 不是长这样 但是他到了退休之后 如此的花样年华 变成了一个如同少男 少男般的一个戏剧性的发展 一个妻子扛得住 这个也了不起 对吧 为什么 因为不是 因为变不一样 一个不一样的人 而且是一个很外放 然后很追寻自己的魅力的展现的时候 你知道所有的两性专家都告诉你 你要注意姻老公喔 他是不是外面有什么了 看来你老婆威竭都没有 所以是两个有自信的 都有承受心灵 两个都自信 因为我觉得当你自己能够抛开一切 做你自己真正自我的时候 那个是你最快乐 这个是在我在工作职场里面 你工作职场你能够表现你自我吗 没有嘛 但是我现在可以在任何一个场合 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 而且会带给大家快乐 那就是很高兴嘛 对我在想说 我们的伴侣 如果他在快乐状态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幸福状态 我觉得这个没有例外 但那快乐状态 他不是短顺即逝 他不是说我今天带回一个什么业绩 或我在外面被别人 吹捧了或肯定不是 而是一个恒长的心灵的快乐满足状态 没错 没错 完全如此 那威姐怎么看待 会阻止你去学踢踏舞 会学戏剧表演吗 他完全没有 因为他也不知道会 我会变成什么 说实际上 我在去学的时候 他说你学踢踏舞是怎么样 你可以以后跳舞 可以赚多少钱吗 你在学这个东西 你不会想到那些东西啊 但是你学完了以后 你去学那个那个脱口秀 我很喜欢看脱口秀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样 去表演 表演得到什么 但是你学过玩的所有戏剧 表演 脱口踢踏舞 整个学完了以后 他在你的身体里面 融会贯动变成一体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一跳出来 你就会跟别人 跟你周遭的人 会不一样 而且我在想 我在想说 这个威姐很有意思 他也像蟑螂大哥讲的 我说不是把痛苦化成幽默 他是把他看起来觉得 那样的事情变成幽默 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看 威姐蟑螂的脸书 是不是去年也是 还是前年冬天 那威姐跟蟑螂 是参加威姐朋友的一个 寿宴还是什么 他一个心居若晨 然后就在威姐 没有注意的时候 突然就 张蟑螂大哥就跑去 众人面前表演踢踏舞 后来威姐用一个这样的语气 在脸书上发文 我就是喜欢他们的脸书 你们可以去看 会笑出声音来 我觉得那场 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再说他们的年纪 比我们还大一点 我觉得他们那些朋友 被我逗得都哈哈大笑 那你也没有预告说 老婆我要上去跳 怎么表演 其实我也不晓得 因为你是到了现场 你才会有那个氛围 那个气氛 那问题是你就能够带动 那我们不是那个带动唱 我们也不是以前 那什么带老师的 不是那种人的 白日一山静 对对 我也不是那种人 但是就是很自然 自然 也没有任何做做 也不是什么表演 但是你很自然 人家就能够放松 本性啊 对啊 就是你自己的本性 就是在伴侣不预期的时候 他突然就公开演出了 然后还好 也没有人问他说 你老公 好像没有 只说大家 其实我潜意识 我希望就是说 我用我自己的一个例子 来带动我们现在这些中年大叔 能够改变你 我每次走到那个捷运 我都看我差不多年纪的这些 中年大叔 我怎么老觉得好像是 穿越时空的那个人 他们的服装穿着怎么样 就是在另外一个时代 就说 但这个不能怪他们 我们从小念书 受的教育就说 书中自有颜 这个黄金屋 这什么自有颜如玉 大家只要把书念好 所有其他都不要管 那问题是说 谁会去care说 你穿什么衣服怎么打扮 没有人自己管 等到你变老那天 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不能怪他们 但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好 比我们那代好太多了 所以不能怪他 但是问题 你生活在现在的时代 你不能啊 不能回来过去 你要回来现在 这个也不叫最后了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 也是上次延续威姐说 威姐这时候如果要飘进来 尽量飘 所以你要小心 背后 没有啦 威姐说 威姐说 好好来 威姐 欢迎 我跟你讲 你看他们出门都是这样 配合 你们今天是配好 配色了 不小心的啦 我这是旧的 他那个就 故意搭配我 就情侣装 是吧 你今天唱所预言很爽吧 过瘾 那一次 我们只问一个短短 Nitro Sound也可以说 那次踢他舞 你有没有在现场觉得 小尴尬 没有 每一次就是 我知道他已经兴起 准备要上去 来不及 他就冲上去了 所以你有感觉吗 有 可是最后就是 因为我喝也两杯嘛 那我就上去伴舞了 哇 唱乎谁 所以就是我们两个 在台上伴舞 好 所以莫宁忠要到了 大家要盯紧脸 所以我等着看你们两个表演 好 谢谢 我最后要马上请送客 我的问题是说 威姐说 蟑螂没有朋友 他在旁边又这样 确定 没有朋友 不是 你要看你的朋友的定义是什么 他说他有朋友的洁癖 我觉得交朋友 真正的朋友 就是富汤到国 在属行 那这才是真的朋友 对啦 那你不能说吃了一顿饭 见一吃便 大家都是好朋友 不是说不可以 当然可以 威姐很喜欢热闹嘛 那他朋友很多 我也很羡慕他 哇他人缘真的很好 其实我 其实我的朋友 就是他朋友 其实我 对不对 所以你要看你的 但是你也不能说 你的朋友很多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孤僻 那不是 我们不是孤僻的人 我们上台可以带他带动笑 那你不见得可能 对不对 每一个人对朋友的定义是 是不一样 所以我可不可以说 少年夫妻老来伴 张郎跟威姐让我 等等 方玉也可以讲 我觉得我最羡慕的是 威姐好像是你很好 很好的朋友 我也这样觉得 我们两个彼此 以示意 我跟他其实也学很多 那他的人际关系 我觉得有的时候 好像也不需要那么坚持 就是说也是 那你要富汤到火在此不行 那你可能一辈子 可能也找不到一个 那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们放开心胸 再放大一点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 但是也有缺点 那你既然交朋友 那你更要看别人的优点 尤其像我们退休以后 我们现在没有应酬 也没有什么那种 跟其他那种利益往来的 所以我们只跟自己 来往的来 能够交往的 我们来往就好 那大家就放开心胸 我觉得这就够了 而且我觉得蟑螂 大哥真的是 那去年那个女记者作家协会 几个好朋友 到淡水小镇 一整天 威姐就流行上写说 谢谢蟑螂当我们的司机 其实也是一起吃饭一起聊 拍摄影师 帮忙拍照 那我想芳玉律师 帮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化妆间 那先送威姐跟蟑螂大哥过来 然后我就问那个小编 我就说 今天蟑螂大哥自己开起来 威姐吗 他说有 然后芳玉律师说 哇他们两个好好 怎么做什么事 你都作伴 你来分享了 没有我看到就是说 什么事情都可以一起 这个一般父亲很困难 我不知道别人 我觉得芳老师应该也很困难 你跟你老公 对但因为我们蛮多时间在教会 但是因为教会 所以就一起 对 我倒是有几个想要觉得 给观众朋友一些 透过张大哥给大家一些建议 或一些提醒 第一个就是中年 对于中年的男性 有没有什么一句话的建议 对于中年的夫妻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因为威姐有给了一个建议 就是要多沟通 那可是张大哥也是这么想吗 我跟你讲 什么样的建议我不敢讲 但是用我的自己的经验来讲 你的第一个问题刚刚讲 中年的男性 因为你知道50岁要退休 需要一点勇气的 第一个 我觉得退休以后 大家第一个 你要先想到 当我把所有的这些 这些名跟地拿掉以后 你还剩下什么 如果你也不知道剩下什么 那你要赶快去找 你要找到那个东西 是我刚刚举的是我个人的例子 那每个例子可能不一样 你要找出自己 而且当你透过那些 你认为是对你好的时候 你能够建立你的自信 你能够带给大家的快乐 包括夫妻之间的感情跟融洽 那我觉得那就是对了 那你说跟夫妻 你刚刚第二个是说 夫妻的伴侣 夫妻或伴侣关系 中年夫妻或伴侣 我觉得第一个就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你要有一个 仪式感 这个威长甲 做仪式感就是说 我们不是只有这个过年过节 过生日不是啊 就是说你要 找一个方法在你的 日常生活里面创造仪式感 他们都穿同样feu的 那个是一个方式 比方说我们今天觉得还不错 然后我们跑阳明山 喝一个咖啡 还有我们到那个白沙湾 拍那个泳装照 那个拍得很棒 这个都是 威姐的哦 不是说拍别人的 威姐的 你有看过 你可以看看 那个不得了 我这个我都很佩服 很佩服她 就是说你这些东西 都是不是刻意 就是你就是临时发生 这是一种仪式感 好仪式感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就是参与感 你夫妻带来很多退休以后 就各玩各的 你做你做我做的 当然没有不可以 他最喜欢做的事就好 可是为什么我觉得参与感 就是说威姐很会写 我刚好又喜欢拍照 这个写跟拍 啪碰在一起 脸书出来 哇塞 我跟你讲 没有时间吵架 为什么 我以为说今天我要写一个什么东西 那你给我找照片 比方黏菜 哇塞 赶快去找啊 没有的话你赶快去拍 我跟你讲 大家这个就弄半天 然后等到他下午开始 每天下午开始写的时候 哇 这个时候我在轻松啊 他在那边写 你不可以吵 你不可以讲话 我说刚好我走开 对不对 你给他一点空间 所以大家把你的这个 这种彼此的兴趣 变成共同参与 那就最好 仪式感参与感 第三 第三就是共同 共同感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要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像我们在公司 你一定会设定你的工作的目标 但是在生活里面 其实不是那么明确 它是一种价值 比方说我们的价值观 就是说你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你要快乐生活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共同 那你怎么去做 那你要朝这个方向 不论你的吃 你的这个运动 彼此我们要 要规劝彼此 当你有破格的时候 你要 你要想办法回来 对不对 这个时候 其实你看 仪式感 共同感 跟参与感 跟金钱没有任何 没有跟金钱有关 但我们中国人讲说 哎呀 贫贱夫妻百三 你没钱就一定那个 那我请问你 那个Microsoft的那个 Bill Gates 离婚了吧 Amazon 那个什么贝佐斯 离婚了 那他们的钱是全世界首富啊 那钱也不能够带给你 快乐幸福啊 那所有的东西 它不是跟钱有关吗 你把这三个 当你这个到中年 尤其退休以后 你夫妻能够把这三个 戳在一起的话 你想离也难 耶 对不对 哇今天真的是 怎么样我的take away好多 我想请听友啊 还有那个观众朋友 你们可不可以在留言 里面大家一起 我们来接龙 对 不重复哦 我们接 今天张大哥的分享里面 呃 你觉得最有感的 是一句话 大致意思也可以 不用再一次回听 好 非常谢谢张大哥 我觉得他跟威姐 都还会再来 对 我们这个椅子呢 再请我们的这个伟大的 这个TVBS 数位事业部的智哥 把我们再瞧一下 一定可以有我们四个人坐在一起 来拍一个 大合照 通常你们小寿镜相馆 站在后面可能是 哎呦 家长在前面 哈哈哈哈 好 不要忘了 不爱就散 听友们 呃 欢迎你们分享出去 能够让每一集呢 平均下载次数达到5000 目前是4700多 还有按五颗星 那在YT上看的朋友 欢迎是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谢谢威姐跟赵达大哥来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